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官媒以夸张说法称颂大国领袖处理疫情触境不变是中国的主心骨 世界的定心丸 证明中共或总书记本人的神经似乎已受到了严重刺激 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中共主要理论刊物求是最近发表了一篇庆功文章 称大国领袖以触境不变的信心处理了这场灾难 证明了自己不仅是14亿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也是因疫情而神经受到刺激的世界的定心丸 纽约时报发表历史学家几厘米八枚的文章 中国的危机才刚刚开始说 从这种夸张的说法来看 中共或总书记本人的神经似乎已经受到严重的刺激 这不难理解 自从十多年前刘晓波等活动人士呼吁宪政改革的零八宪章发表以来 中国共产党还没有面临过来自政治批评人士如此尖锐的挑战 文章说学者许章润也指出了中共体制的内在悖论 尤其是不断扩张的大数据极权主义及其微信恐怖主义所揭示的悖论 他把微信恐怖主义称为 堪卫这个体制直接对付国民的毒瘤 公民运动活动家许志勇写道 我为中国的未来深切忧虑 担心这越来越绷紧的体制突然脆断 而公民社会上没有准备好 新危机产生新意见 随之而来的是镇压 以及之后更多的意见 正如许章润和许志勇所指出的 正是中国体制的毒瘤 使这次事件变成了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应有水平的卫生危机 而疫情反过来只是暴露了这个党国的病态程度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 中国新冠打乱一带一路布局 作者许慧宜认为 近来中国所爆发的新冠大规模的世界性传染 又为中国本已摇摇欲坠的一带一路前景雪上加霜 一部分媒体报道 为了防止传播扩散 中国对内祭出人员流动管制 全世界也有逾133国对中国公民或有中国旅游史的人启动了入境限制 中国劳工供应以及设备进口因而遭中断 拖缓中国海外大型建设进度 中国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港也坦言 防控对于中央企业海外项目海外投资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这也显示事件确实打乱了中国原先预设具有良辰美景一带一路的一池春水 文章说 在目前中国各省拼命复工的当下 很多地区的复工并未完全到位 而复工还没有等到 反倒先迎来了涨价潮 据了解 目前中国各地的蔬菜、水果、建材、电子、消费、化工等各行各业均出现风涨潮 从10%、20%、50%、100%等程度一直涨到了1200%余 中国曾经引为自豪拯救世界的一带一路 主要是为了排解中国一些规模庞大却又产能过剩的制造企业 例如钢铁、煤炭、玻璃制造、水泥、冶金等传统制造业 继而加速这些产业走出中国国门 发展高端产品的能力 让沿途国家为中国产能过剩的制造业寻找升级 也就是侧供给侧的改革 但现在中国国内不是过剩 却是短缺的情况下 不走回老路 还能继续改革吗? 假的 假的 中国副总理中央指导组组长孙春兰 周四在当地一个无缘巡视时 被困在家中的居民隔着窗户大喊 香港《苹果日报》发表习近平炫耀的三件新衣 作者李平认为 中共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都在造假 无论是吹嘘防控成功 还是宣扬有序复工复产 甚至欧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无非是要借此次事件编造 让习近平可以炫耀的新衣 文章说只要皇帝喜欢华丽的新衣 就少不了巧舌如簧的骗子和弄虚造假的官员 只因习近平定于一尊的帝王之威和浩大习功 从中央到地方 官员正借此次事件为他编造三件新衣 中国防控迎来拐点 正其卓越领导 各地加快复工复产 正战略远见 支援各国备受赞赏 正其大国领袖风范 为了证明中国的防控卓有成效 不止官方公布的新增确诊个案 直接降到个位数 零新增省份大增 更刻意放大外国防控的疏漏 甚至伪造外国政府的丑闻 广传的丧心病狂 美国CDC宣布停止公布确诊和死亡人数 只是其中之一 为了以耗电量增长证明复工复产加快 地方政府大举向企业补贴电费 但多个城市传出 有老板宁愿让空无一人的写字楼灯火通明 电脑和空调常开 工厂机器空转 倒贴电费给政府 也不愿冒险复工复产 如果说官员防控造假是草菅人命 老板复工复产造假则是为了避疫 不愿赌上身家性命 劝习退位 许志勇要做15年 中国知名民主活动和法律人士许志勇 因呼吁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就当前疫情问题让位 被当局以删颠罪秘密拘押 可能面临高达15年的监禁 据美国之音报道 许志勇曾是法律学者 社会平等及法治的公民运动的倡导者 他今年2月15日在广州被拘捕 据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及流亡美国的法律人士滕彪证实 他的家人在多次询问后 星期六从北京警方得知 许志勇目前被当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将被秘密拘押长达6个月 期间不允许律师和家人接触 许多曾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过的政府批评人士和人权律师 在被以国家安全罪名正式起诉和监禁前 在单独关押期间曾长期遭受酷刑 不让睡觉及强制服药 胡佳表示当局还以同样的罪名将许志勇的女友李翘楚 关押在一个秘密地点 曾被当局以删颠罪监禁的胡佳预计 当局将会研判许志勇 刑期可能长达8年 因为许志勇2017年7月出狱后 仍继续推动新公民运动 许志勇因推动国民平等教育权利 及要求官员公布财产 2014年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判处监禁4年 胡佳表示当局非常憎恨许志勇 因为当局希望改造他 但他就是不改 他们想控制他 削弱他的公民活动 所以一直在找理由监禁他 北京警方星期天拒绝发表评论 在中国当局应对不断恶化的疫情 而设法控制舆论之际 许志勇被拘捕 是当局扼杀言论自由的最新举动 许志勇今年2月躲藏期间 在网上发表一份激情的劝退书 严厉批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无能处理危机 包括此次发生的事件和香港的民主示威 许志勇在劝退书中批评习近平面对疫情迟迟不批准公开真相 至举国爆发的灾祸 许志勇写道 习近平先生您让位吧 许志勇预测到他的感言会让他再次入狱 7年前我写过公开信 希望您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 那曾是国民众望 您把我投入监狱4年 如今您的手下到处找我 要把我再次投进监狱 许志勇质问道 您要把中国带向何处 民主法治还是一尊独裁 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 现代化还是文革化 前30年阶级斗争 后30年改革开放 您说前后不矛盾 世界哪还有矛盾呢 不是我看不明白 不是大家看不明白 是真的不明白 许志勇12月13日曾在厦门组织了一次 有约20位公民活动人士和人权律师参加的聚会 不久后警方就对聚会者展开抓捕 许志勇一直逃亡 他一直批评习近平的维稳政策 牺牲公民自由及人权 许志勇的挚友曾在2003年一同推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滕彪表示 许志勇批评政府不过是行使中国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 滕彪表示很明显中国当局不想尊重他的基本权利 许志勇很可能被判严刑 滕彪在2014年到美国前曾经常遭到当局的骚扰和拘捕 习近平为何江启臣或被列入待观察名单 台湾国民党此前多次改选 当选人都受到中共领导人祝贺 而这次江启臣当选国民党主席 除国台办外未收到中国领导人贺电 是否代表大陆方面对于江的两岸路线有所质疑 或是对于国民党已不计任何期望 相关讯号都影响国民党在两岸上的话语权 江启臣表示无论中共方面是否给予贺电致意 都不会影响他推动改革的脚步 据中国时报引述中平网指出 江启臣多种言行可能是让中国大陆将其列入观察名单 罕见的未发贺电 国民党主席补选结果7日晚上出炉 由立委江启臣当选新任主席 按照网例 中国大陆领导人都会以中共总书记的名义 向新任国民党主席致贺电 但截至7日深夜12点为止 国民党都未收到贺电 而只见到新华社发出的国台办发言人表态 按2013年马英九连任国民党主席 2015年朱立伦当选国民党主席 2016年红秀柱成为国民党首位女性党主席 2017年国民党主席选举由吴敦义当选 都有收到中共领导人的贺电 该报道说 而这次江启臣当选 国民党主席除国台办外未收到大陆领导人贺电 是否代表中国方面对于江的两岸路线有所质疑 或是对于国民党已不计任何期望 相关讯号都影响国民党在两岸的话语权 对于大陆对江启臣当选主席至今未发贺电 国民党文传会代理主委王玉敏表示 一切尊重对方 报道称根据中平网分析 由于此次国民党2020大选失利 党内外对于国民党的两岸路线进行了一系列的检讨 其中包括九二共识议题 江启臣在竞选主席期间曾公开表示 九二共识有点旧了 而国民党未来的两岸路线 他认为应该开放讨论 甚至可以举办党内辩论等等 而以往被视为较亲美派的江启臣也曾说过 国民党在华府方面被认为是亲中不亲美 这是对国民党的严重伤害 未来应该建立对美国的沟通管道 江启臣也说到 他相当尊重中共当局的各种考量 对于习近平是否发出贺电质疑 他表示都不会影响推动改革的脚步 江启臣也坦言 这或许说明他的当选 从某些方面来看 不但给台湾社会带来了一个新的想象 也可能给大陆方面带来一个新的想象 而当选后的江启臣没多想 看着现在的国民党说道 国民党要做的改革千头万绪 照演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好好做事 而不是对于是否收到祝贺进行政治想象 江启臣强调 据中平王指出 种种的言行可能都是让大陆将江启臣列入观察名单 罕见未发贺电的原因 一会儿 陳迅 关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当黑天鹅来了的时候 大师为何沉默不语 在金融市场上 黑天鹅被用来形容不可预见 但影响深远的突发事件 众所周知的事件向全球蔓延的时候 经济学家讨论其对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当人们今年1月底问季步 此次事件会不会成为一只黑天鹅 他说是的 也许对于那些和中国有许多业务往来的公司来说 的确如此 他的看法之所以重要 因为季步是安盛投资管理集团的股市投资经理人 手下掌控着大约8000亿欧元的资金 当时对于投资界以及这位安盛的战略决策人士来说 他们还不知道世界已经开始肆意传染于米兰 让数百人中招 如今全球的金融市场比过去要紧张许多 谈到这次事件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后果 人们总是更经常的使用黑天鹅这个词 如今全球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正是不得不面对这只黑天鹅 目前很多人将现在的危机和10年前的那场全球金融危机相比较 2008年的时候金融市场也没有想到一家具有150年传统的美国投资银行竟然会倒闭关门 也没有人会怀疑雷曼的倒闭带来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那时候金融市场首先感受到了冲击 然后实体经济也受拖累 如今整个事情反了过来 工厂关闭 展会取消 航线停运 数百万人隔离在家 这一切都给实体经济带来冲击 如果企业效益受到影响 就肯定会反映在股价上 也会反映在金融市场上 自从病毒肆虐中国各地政府高层启动各种隔离措施后 作为世界经济发展引擎的中国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动力 所以当德国前央行行长韦博表示 中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将缩水1.50% 每个人都可以想象这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后果 因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全球的20% 发明黑天鹅这个说法的美国金融数学家塔勒布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此公开表态 这位曾经驰骋华尔街的畅销书作家简末不远 早在2001年 这位黎巴嫩乙的学者就在他名为 《随机致富的傻瓜》的著作中 使用了黑天鹅这个词来形容对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 但2007年 他的《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知的未来》一书刚问世之时 人们对他的兴趣还十分有限 直到雷曼兄弟倒闭一年后 塔勒布的这本书才成为全球畅销书 美国经济衰退风险低未见熊市 多年量宽为美股带来逾十年的牛市 谁也料不到等待多年的黑天鹅会是这次的事件 欧美股市自2月中旬急转直下 不但堆跌 跌幅比中国A股及港股还多 据香港《明报》报道 摩根资产管理亚洲首席市场策略师许常泰认为 现在并未见熊市 他指出一般而言 牛市结束 熊市开始都伴随着经济衰退 但美国经济是从偏强水平进入这次事件 当情况受到控制 消费信心回复 企业盈利稳定下来后 出现衰退的几率不高 他相信美股这次短时间内暴跌 不全然因为此次事件 也有两项因素 一是本身估值偏贵 大家趁机蛊惑 二是忧虑较左倾的桑德斯 胜出民主党初选 不过他建议现实不买股票 因为难掌握时机 然而在利率偏低的大环境下 他预计美元会趋弱势 有利资金进入亚洲市场 最终令香港受惠 自1月下旬中国出市以来 恒指至今累跌一成 欧洲斯托克50指数 累跌近15% 标普500指数 累跌10.49% 港股不但跌的较少 跌势也较稳定 美国飞行员用中国北斗导航做后援 据美国空军一位将军说 美国间谍飞机飞行员在执行任务时 使用中国的卫星导航系统北斗作为GPS的备份 据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第二代卫星导航系统北斗 于2018年底开始提供全球服务 第三阶段将提供更多的卫星 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全面投入使用 尽管全球定位系统GPS是U-2龙女侦察机飞行员的首选 但在无法获得GPS定位系统的情况下 北斗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和欧洲的伽利略系统都可以作为替代选择 美国空军作战司令部詹姆斯·霍尔姆斯上将 周三在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说 我们的U-2侦察机现在带着一块可以连接GPS的手表飞行 还有北斗导航系统、俄罗斯系统和欧洲系统 所以如果有人干扰GPS 他们仍然可以获取其他的系统帮助 北京的一位军事分析家周晨明说 北斗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很容易将接收芯片集成到手表中 并且可以访问它 北斗已经将自己定位一个商业性的全球定位服务提供商 此外 周晨明表示 与由美国空军操作 有时指向商业用户提供服务的全球定位系统不行 北斗系统在技术上并不控制来自其卫星的信号 中国发展的卫星导航系统主要是为其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使用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此前一直依赖于GPS 随着新卫星的发射 它已扩大到世界各地的商业用途 一旦全面投入使用 预计其精度将达到10厘米 而全球定位系统的精度为30厘米 中国北斗系统与全球定位系统GPS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 北斗整合了一项短信服务 使个人和用户群体之间能够进行大规模沟通 在中国国内 中央政府已经命令所有客车、重型卡车和渔船的运营商安装北斗系统 以便实时监控和跟踪他们的行动 根据现有的最新数据 截至2017年已有2200万辆汽车和5万艘船舶安装了北斗终端 不过周晨明表示北京不太可能识别或跟踪U2飞行员手表中的北斗芯片 为了实时跟踪必须安装特殊的转发器 就像船上的AIS自动识别系统所使用的那样 一个简单的芯片并不具备这一点 幽灵飞机找飞保航空公司航行时刻 众所周知的原因令全球航班需求大减 但航空公司为满足欧盟规定仍继续耗费大量燃油 派出无客人搭乘的幽灵飞机起飞 以保住其航班时刻 欧洲政策规定 在欧洲以外运营的航空公司需持续运作80%或分配的航班时刻 否则面临被竞争对手抢去该段航班时刻的风险 这项政策导致部分航空公司要以高昂成本派机进出欧洲国家 英国运输大臣夏伯斯上周四五日去信监管机构机场协调有限公司 提出在疫情期间暂停实施这项规定 避免进一步影响环境及经济 夏伯斯称关注航空公司为满足规定 或被迫安排极低搭乘量甚至无人搭乘的客机起飞 指这情况不符合航空业乘客和环境的利益必须避免 ACL已暂停对进出香港和中国大陆的航班实施有关规定 但仍维持其他国家的相关安排 克林顿称因焦虑搭上莱文斯基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最新公开的一集纪录片中声称 他在1995年与白宫剑牺牲莱文斯基发展婚外情 是为了应付自己的焦虑 他称此说并非辩解而是解释 据香港明报报道 该片共四集名为希拉里的纪录片主题 关于希拉里参与2016年总统选举 已在上周五与网上电视频道葫芦发表 第三集最艰难决定围绕25年前 几乎令克林顿夫妇婚姻破裂的性丑闻 克林顿在纪录片中称 与莱文斯基的婚外情是让他暂时忘却忧虑的事情 他又称当时要婚姻出问题 而要见婚姻辅导员 是他做过其中一件最困难的事 克林顿夫妇在1990年代因白水事件受调查 克林顿因而被扯出性丑闻 克林顿1999年因否认性丑闻 而被指作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 遭众议院弹劾 最后由参议院裁定无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